如果市场变暖的话 你是怎么样来应对呢 所以经常有朋友问我 什么时候置业会最好 我说冬天肯定是比较好的 那夏天竞争对手绝对是多很多 从去年应该是六月份开始吧 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后 利息从两点几三点几年利率 一直暴涨到今天的七点几到八 对于我们整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NAR就是全美房地产协会预估 今年整年的销售会掉到 四百五十到四百六十万套房子 大家可以没什么概念 全年相较于去年或者前年 都是超过五百多万套 前年是达到接近六百万套 所以少了整整一百五十万套房子的成交 作为全美国市场交易最大的州 加州 我们的交易也少了至少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今年有很多经纪人 业绩很差 房地产公司更加是业务 不是很好 很糟糕 我看到了很多地产公司 尤其是贷款公司 死了一大片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是 房地产市场在冬季的时候 开始回暖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感受到 我最近看一些在open house 我们公司一些做open house的同事 还有做一些其他的同事 都告诉了一个信息 房地产市场其实在11月之后 已经变得非常的活跃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 如果有经纪人说 哎呀 这个我最近都没有客户 那我觉得你可能天天躲在家里 你当然是你客户 然后前两天跟朋友去那个neupro coast 我们去neupro coast 也去看一个房子 然后我就特别有感触 因为人家告诉我一个消息 北上广深 好多人都不知道阿凯迪亚 不知道圣马利诺 不知道帕萨迪娜 但是都知道水晶湾 湾新港 住在那边的朋友 因为住在海湾那边的同事 真的是得天独厚 拥有着整个美国 西海岸最漂亮的海岸线 还有最安全的社区 最好的环境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觉得未来国内很多朋友 告别了公寓房以后 要到美国来住独立屋 前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吧 我们那个 我们有个同事 最近在那个 尔湾非常非常火的 Olivewood那个社区 然后跟我说 新一期 这前天吧 礼拜六 礼拜六 刚开一个新盘 六户 全卖光 一户都抢不到 现在尔湾的新楼盘 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的房子 是要用抢的 天哪 我相信在那些阿凯迪亚附近 在华人区 钻石坝 罗兰港 这些地区 可能非常的眼红 因为他们 还没有遇到这么热的市场 所以呢 我会想的 因为我们有些同事告诉我 我们就搬去那个什么地方吧 我们搬去那个 阿湾住 其实阿湾挺好的呀 对啊 我觉得将来啊 我在公司里面跟他们说过 老了以后 我可能也去阿湾养老 但是我对那个风景呢 也是很欣赏 如果市场变暖的话 你是怎么样来应对呢 你是怎么样来应对呢 我们有很多地产经纪人 我很想跟你们说 如果明年 美联储真的降息了 真的利率回到了 实在是不可能了 对吧 我们就说降到了 七以下 六点几 好不好 我们保守估计一下吧 也不要去想什么五什么的 就六点几好了 很正常 好 线上有朋友问 如果想来美国开奶茶店 在美国外国人可以租店面 完全可以 外国人完全可以租店面 事实上美国是全世界 最欢迎外国人来投资的国家 外国人在美国 这个无论你是奶茶店 还是你是买一块土地 还是买一个房子 你所拥有的权益 几乎跟本地美国人是等同的 因为这个 法律啊 各方面啊 都比较健全 加州是全美国商业法最 最好的应该是 各方面都欢迎外国人来 所以我经常在加州可以看到 英国来的买家 像我们在比华丽 对吧 比华丽的买家就什么地方都有 印度的 迪拜的 英国的 德国的 中国的 哪里都有 尔湾可能就比较多一些 亚洲人比较多一点 对吧 如果你到了阿凯迪亚 什么钻石吧 那亚裔人就非常多 所以如果来美国开奶茶店 中国人有一些人 我看到有什么洗茶 供茶 以前我也曾经想过 我觉得跟谁打交道的生意 应该是一本万利 对吧 你想一杯奶茶 成本能有多少钱 如果有一些从国内来的朋友 刚来美国 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其实我选的奶茶也是一个不错的 但是要有特色 要有特色 我看过很多 这种奶茶店 开了就关 关了就关 大家都逃不了 老板第一个没有用心 对吧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半半糖 半半糖的奶茶 现在应该 我不知道 少了很多家了 关了很多家 我非常喜欢他们 当初那时候 第一次 那个喝到半半糖的奶茶 奶味非常重 我们从来没喝过这么多奶的 口感非常好 虽然它的杯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的杯很大 汽车的那个 我们平时开的车子的那个 那个 呃 杯的那个 后注那个地方 放不下去 因为它比较粗 所以 拿着有时候 翻来翻去 但确实是一个 很好喝的奶茶 我只要是一个 那里又是一个 那里又是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